當年蘇貞昌當院長的時候 蔡英文當副院長的時候 兩個人的不合 早是政壇公開的秘密了 然後後來選這個雙北市長的時候 本來蔡英文希望去選臺北 蘇貞昌也先卡位 又跑來說 我已經選兩次 縣長不能再選 我來臺北先去卡位 逼著蔡英文去新北市選市長 結果後來證明 他還是又去新北 又再選了一次 感情超不好 對 那你說這次2011年 大家記得蔡英文那次2012 雖然沒有當選 可是當他跟蘇貞昌 競爭黨內提名贏了之後 他去拜訪蘇貞昌說 讓你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蘇貞昌當然媒體的面 好不給面子 這個我記得超清楚 連續九次必問 什麼是最重要的角色 超清楚 那個蔡英文當場尷尬到幾點 這些都莉莉在目 剛發生的事情 所以昨天我跟惠霖 剛好貿難議員也在 我們在大爆掛節目 我們就引用了一個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就是一個 被害人對加害人 產生一種很奇怪的情愫 那我就特別去查了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就是說 當他產生一個情感 然後同情加害者 產生了一些不理性的 濫用同情心的創傷羈絆 那你看蔡英文吃過 蘇貞昌的虧 然後賴清德也吃過蔡英文的虧 可是現在 他們都產生了奇怪的情愫 一個可能當副手 那這樣的結合 真的是蠻奇怪的 那就是說 明明是一個指控初選 國家機器對他非常非常不恰當的一個舉措 可是現在可能當他的副手 明明是當時跟蘇貞昌兩個水火不容 而且幾次這樣交火的過程當中 卻現在兩個人水滷交融 所以你說這是理念的結合嗎 你看獨派大佬 顧寬敏自己也說 我們還登廣告 現在蔡英文如果連任 下一任工作要加入聯合國 正名自憲 那這是跟獨派交換的結果嗎 可是我們又發現有些小英後援會的成立 現在悄悄有國旗出現了 那我們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 如果將來有一天跟蔡英文同臺 他可以接受臺上有國旗嗎 那務實台獨工作怎麼辦呢 如何自處呢 還是他要來協助蔡英文推動正名自憲 加入聯合國呢 這些都是個大問號